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渡主義 歡迎收看阿渡主義 今天又是新的單元叫做 今天是誰要承擔 我們沒有禮包的詢問呢 算是我們的好朋友 也算是我的好侄女 你那麼老喔 差不多 讓我們歡迎穿拖鞋的 梁瑋茵 下面很美喔 然後下面 要跟她打個招呼 我的心 幻想崭新的人裡 每一天都遇自己 哈囉 哈囉 我是王茵 大家好 終於來了 那終於來了 沒有 他是說這個頻道 我想說你們不可能忘記我吧 一開始來就開始情緒勒索 對 姐 這邊是那個 原住民小吃部 你有來過嗎 有來過 想喝什麼 可以嗎 可以可以隨一點 但是是寶皮啊 寶皮 你不是說酒還是水啊 酒 你們要去倒 我是老闆啊 對啊 你聊一下 你怎麼一早就喝寶皮 我不知道還能點什麼耶 你現在布洛多喝這個 陪老人家喝 因為老人家喜歡喝保麗達 然後如果真的要湯的話就是 不喝 湯 為什麼笑笑這麼大 如果要湯的話就是寶藥跟啤酒 如果要湯的話就是寶藥跟啤酒 部落有活動我們就直接叫一箱 老人家 老人家 不要飽 這是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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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講你是第四個來賓嗎 你知道誰沒有喝酒嗎 媽子卡 謝謝 來啦 歡迎 歡迎你來玩 要真的喝喔 為什麼真的喝 我很酷 那邊的朋友 畫面的朋友 我可以吃到嗎 可以喔 Yahoo 好 拉回主題 好 你知道我們這個節目就是會 一直在挖掘所有來訪的藝人 或是歌手很紅的地方 我們想要挖掘一下你的私生活 你平常都在做些什麼 送訓啊 你不是最近也在送訓嗎 對 假的耶 有耶 假的耶 你摸你摸的東西 有耶 有 那你摸我的 我最近在訓練一個新才藝 什麼 我在廁所照鏡子 看著我的胸部老中 我微微的 我看我看我看 可以嗎 你們要不要給我看 我的胸部 可是 可是 有耶 微微的啦 我想到他有一天可以 這樣子 啪 你這樣子 你這偶像是RAM嗎 好帥很帥啊 練中間也要死 就是重訓還有什麼 打掃家裡 跟我室友都是 我們就喜歡 家裡乾乾淨淨 慢慢摸 我很喜歡丟東西 丟東西 就如果我發現這個東西 我擺了一年 沒有再用到它的時候 我就送出去 或者是丟掉 衣服咧 也是啊 我工作穿完的衣服 或是 我真的沒有再碰的衣服 我就是送出去 這不留給我們 對嗎 嗯 因為我們想說 最近想要換一下風格 對啊 我這邊很少人是穿得像我的衣服 啊 好漂亮喔 最瘦 最瘦 最會唱歌 好他有個休息室 洗澡兩小時喔 兩小時 你洗澡洗兩小時 那個是包含去角質 你每天都要去角質 你多厚 可以了吧 一個禮拜一次 是 我自己對於保養的安排 非常的龜毛 就是可能 禮拜三全身 跟臉跟頭皮 都去角 禮拜天的時候 做一些果酸 換膚 這樣出來 皮不會爛掉的嗎 可能會看影片 或是聽音樂 然後我就慢慢慢慢的洗 去聞我的產品的香味 很療癒耶 妳是不是以為 廁所裡面有那個啊 聲音跟洗澡 然後就女孩這樣子 每一天都依自己 好愛自己的人喔 然後通常的話 就是半小時 半小時 女生洗澡是長來短喔 這樣好像是蠻快的 而且妳頭髮又那麼長 對啊 加上吹頭髮的話 大概是半個小時 欸那很快耶 那 好沒關係 然後也喜歡看人家運動 什麼意思 啊 啊 他就在E6收到 他剛剛這樣 有時候還是會發懶 所以我就會坐在沙發上 因為我都有訂閱一些 運動YouTuber 或者是國外的一些網紅 妳在哪一次 國外的 國外的 好 那妳應該要說 國外的YouTuber 國外的YouTuber Yeah 那我們現在開啟那個模式 聊天好了 那妳為什麼會喜歡看一些 朋友跟妳這種ML 我覺得他們肌肉很帥 那妳台灣妳有喜歡的女的 Kandis Kandis 妳知道Rodic嗎 跳鋼管 他很壯 幹嘛那麼有興致啊 他很壯 幾個 阿美說的是他很好耶 可是他應該不只跳鋼管吧 他這個應該練到 有 他有健身 好 兩篇 完全忘記剪開進去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兩位的照片 很多照片都沒有曝光過 因為你們說要黑歷史 要很土的 其實妳出道幾年了 對啊 2008年 大概是50多歲了 14年 哇 明明要15年了 前輩耶 再給我驚呼看 趕快回家了 畢竟我也是看著妳長大的 對 星光二算嗎 如果黑色會不算的話 黑色會要算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看 黑色妹妹的照片 妳那時候怎麼會想去參加啊 我那時候是因為洪恩的 歌唱比賽 八人公主選拔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 跟黑色會有關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妳那個時候的 名字是取什麼 八人公主 所以她的名字叫巴嫩 Oh my God Sham Arm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很抱歉 好丟臉 嗨 巴嫩 她是巴嫩 我是去參加這首歌的比賽 然後要唱八人公主 然後到黑色會 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小名 像丫頭啊 小薰啊 妳可以叫小鷹啊 對呀 不能說到人家都不敢講 他們就說 阿不然妳就叫阿嫩 好 那妳可以重現一下 打招呼的那個模式嗎 黑老大我來進來了 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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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這邊有準備一段片 是要去參加 Hoo 新妹妹的珍選吧 她就一天寫15年前 我從沒看過耶 啊 唱歌了 一定甚至走長版了 然後還要配牛戰褲 藍色眼影 走到最後 還可以啊 沒有唱歌嗎 可以啊 我看小新的臉 來搶我的歌唱位置 你不要亂唱 可是我除了唱 我之後什麼都不會了 我在那裡完全沒有功能 欸你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有看那個節目 那你是不是 你在... 傻笑 我只是覺得 你... 沒錯的是 你參加幾集啊 好像兩集三集 包含比賽 他不是每個月都要評選嗎 因為到那個時候 我就去新邦PK啦 走背路了 真的啦 是說當時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在學校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大便集團 然後他就說 妳要來台北去比嗎 我就很老實的說 我連坐飛機的錢都沒有 然後他可能就說 不然幫妳付車飛 妳很笨耶 妳應該說Aloha或是核心啊 我連坐核心的錢都沒有 他很高級 我連坐飛機的錢 錢都沒有 然後你就錄了 然後這個就是 星光時候拍的照片 這是我人生的 第一張紅拍照 那時候比到後來 欸 我不是只來唱歌嗎 但是其實不是這回事 你還要上通告啊 然後開通 對 那個時候好像每一屆的選手 好像前20獎都會去康熙來 對對對 那妳可以現在做一次 這個姿勢跟那個笑容 阿挺胸 頭往左邊歪 V字笑容 怎麼呢 有一樣嗎 等一下 妳今天不要動 我們在拍照 其實不是錄影 哈哈哈哈 有影 有影 我真的覺得很棒 因為妳都會帶到 舊回憶的照片 然後這一張特別介紹 因為它背後有寫字 八歲客人來家裡 愛現表演芭蕾 特地換裝後 十三八 誰寫的 我自己寫的 妳是真的有學芭蕾喔 有啊 然後那時候 只要爸爸 工地的朋友來家裡 妳就要在家裡 換芭蕾舞服 不要給他們看嗎 所以說 帥一行 等了十分鐘 因為跳一支舞 有一千塊 好高 很多耶 我就忙一下 然後我爸爸就罵我 剛剛好像好 不要貪心 沒有 老闆啦 那個 可以叫妳女兒 不要再跳了吧 我今天的薪水已經沒有了 而且工人已經在喝酒囉 叔叔叔叔 已經閉開眼神囉 再看桌底囉 然後他就 叔叔你看 登登登 我就去上廁所的時候 門一打開 這很恐怖 妳小時候其實就跟妳長大很像 對 我們那時候臉 蓬蓬的 對啊 臉蓬蓬的 肉肉的 這個大概都是國中的時候 我其實一輩子都在唱歌 這個是我在樂務院的時候參加合唱團 好 我們剛剛看的照片 姐姐小說很清秀 很單純 整個林家女孩很可愛的照片 在這邊有收集到一張我覺得非常驚人 大家先把手機拿好 然後記得按截圖 真的嗎 因為我也沒看過耶 我傳給她的時候 她就說我太喜歡了 3 2 1 蛤 這是誰 好強鬼喔 我們可以請後製幫我做黑白的嗎 不是 她還會看我的眉毛 好細 而且妳是這樣子的狀態耶 小丑 妳是她耶 幫妳幫我下水道看看 因為我那時候沒趟學校熱音社 要玩搖滾要 自許為高雄愛維爾 從口要變色啦 那個時候有人追嗎 我怎麼了嗎 妳說 妳不要聊我 有啊 她是愛妳的這樣子 還是愛妳拿卸掉的 她喜歡有挑戰性的女生 她喜歡有挑戰性的女生 妳來見妳是上什麼歌嗎 飛兒樂團的 我們的愛 然後花姐 真的是過了不會再回來的那個愛 好真的很感謝妳了 後來這張照片 很精彩 很少成立 然後我們的後製也會非常有成立 對 我會做成EAT的海報 然後我會寫 EAT自己 欸 不過因為剛剛妳有提到說 後來是沒有去參加 黑色媒體就轉去參加選秀節目 選秀節目 除了是因為妳本身愛唱她 有什麼誘因嗎 100萬啊 那時候是100萬 我那時候學校有上課之外 下課要騎摩托車去打工 有時候休學分又不能去上到班 大概6000 7000這樣就已經很多了 那時候是因為我姊她一個人 兼兩份工作在照顧我跟我弟 然後我就覺得 100萬就是想得很簡單 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大 因為我就去闖一闖 然後我就想說那就比了 喔 對 數字就是也沒有拿到100萬 妳那時候是第二名對不對 對 妳知道什麼 我都會忘記她的名字嗎 為什麼 因為在我心目中她就是第二屆的冠軍 真的 因為我真的從她第一來唱的 我就愛上她 可是第二屆我真的越看越不爽 我就覺得評審是給她很高的標準 因為她真的唱得太好 每次評審就會用很高標的去看她 到底評什麼 就是25分啊 19分都過不了 就覺得很生氣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 我自己有一個問題 我太嚴肅 就不討喜 我自己回頭看的時候 我覺得妳那時候是不是壓力很大 我是緊張 我就一直很祈禱說 團隊姐不要訪問我 我以為我不會講話 妳那時候一直給人高冷 不是八冷喔 高冷公主 如果很高分的時候 又沒什麼表情 然後很低分也沒什麼表情 人生就會覺得是怎樣 妳好像看不起這個比賽的感覺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是很在意 我那段時間指甲都是爛的 對 她把我的緊張 集中在我的指甲 然後我還特別去做指甲 不要摳到自己 喔 沒關係啦 我今天站在那個比賽 因為現在市面上 市面上到底有誰還在唱歌的 欸 很多耶 妳這一切幸運得很多耶 很多 我們這一切感情又很好 我們一段時間都會聚 然後有一個群組 比賽之後最棒的禮物 那時候看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因為 妳唱一首歌愛上 海上話 我已經很久沒有唱 我高官今天要唱嗎 要 我已經點好了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最愛的 好好聽喔 而且她這個前蹤那時候 剛才一下子 回到一個古都 配你的歌聲的時候 她說哇 這首歌一結中 桃子姐姐出來說 我們非常感謝梁文英的演唱 我們現在來聽說 我平常老師在講評語 我剛才沒抽離的時候 然後就要看 他們要給評語了 有沒有曾經真的是 評審講解完之後 然後妳內心就想說 蛤的 有嗎 一直在蛤 蛤是哪一種的 有氣也有納悶 很大部分是因為 我其實聽不懂 可是我出道以後 慢慢懂他們所謂的感情啊 因為我是 從小在部落聽大人唱歌 覺得這首歌應該是這樣唱 我就照著唱 你還沒有把自己 放進一首歌裡面 我們做一個實驗好了 是這般柔情的你 妳唱一個很好聽 可是沒有靈魂的 是這般柔情的你 好 有感情的 是這般柔情的你 有 有 有美 難怪可以 14年還在唱 對 從妳出道以來 妳的狀態我覺得是 越來越好耶 這樣這樣 妳本來是一個很高冷嘛 妳在唱很悲的情歌 或者有一些很振奮人心的歌 每個都還都越來越活潑 大家好 我是兩位 蛤 可是我其實 沒有特別意識到 自己會是那麼冷 有可能是以前的 包裝的形象 其實妳實際上妳也是一個 我其實已經很幽默了 但是可能只有回家的時候 也沒辦法 這樣就是自在的地方 對啊 動作的時候我可能要 了解每一個問題 然後每一個主持人 叫什麼名字 他們是什麼單位 不然我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要照稿 所以我就會變得比較緊張 好像在考試沒有辦法放鬆 有啦 這一集就是讓大家 更認識吃一撒拼一樣的妳 妳今天真的好自然喔 可能是因為寶貝的魔力嗎 有機會在這樣子很自然的狀態下 聆聽那一首 在星光大道很著名的一首歌 名演唱的 叫做 我可以為妳當死 妳幹嘛 妳那時候比賽上這的時候 我在電視前面大尖叫 她後面有一個高音 她壓上去的時候 我記得她有什麼名字 就是那個時候 破跟不破之間接 對 少來妳們今天就想要聽我過了 妳知道這MV是誰演的嗎 你們是講真的嗎 真的真的有 有 來了 楊楊來了 我的 Love Love 都是那麼誤然 So sad 都是因為我 借到了 Oh ona 對啊 他OLD 她 她 她 有了 當代 好可愛 我要 是愛上來 一人都來看 沒什麼都不該 當代 當代 我不知道 阿娜 千萬的手 祝福你 祝福你 everything ok 我唱歌歌了 好吵 一直給指令 他真的很棒 很棒耶 你配合度好高喔 真的很酷 其實這首歌的highlight在後面 你說那個 對 我們就不要到那邊了 報告你 但是你那時候選這首歌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那麼難唱對不對 我選的都是我在部落唱的歌 《流浪記》 《我可以為你擋死》 《藍天》這些 評審就是說我的口袋歌單太少了 比起其他選手他們都 很多都有在駐唱 所以本身他就非常多歌會唱 所以我是後期我 我真的把錢櫃的歌本給他印 一首一首聽 我現在回想起來 你的歌單 以我那個時候年紀聽 就是比較冷的 像海上話跟 我可以為你擋 都是因為你唱完才知道有這首歌 是啊 而且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說我要唱《流浪記》 然後他們就說 這首歌大家知道嗎 我就說 就唱看看 大家很感人 而且又可以講到我的成長的故事 這次有人才說 好 那你唱 那我們也唱完歌了 前面也聊這麼多了 我們現在就是要問一下就是 這個節目的核心 你覺得你在紅什麼呢 還是我們幫他找太接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本身唱歌很好聽 然後後來發行的很多歌曲 大家都很 記憶猶新 而且他前陣子有出一張 班唱專輯 就是以前的歌 又再唱紅了一遍 其實年輕人認識你是因為 這些歌 他們根本就忘記 也不知道原唱是誰 是誰 是你再度的給這些歌 新的生命 我一開始我也沒想太多 我能唱多久 因為我沒有真的出社會工作 我就直接 對 我就想說 沒關係 它就順其自然 結果你知道 如何是個性嘛 你做什麼你就是認分 然後把它做好 你就可以走得長 真的 我顧布他們都都有這樣說 你唱真的就好唱 不要那邊搞亂七八糟 就沒有想到 其實真的認真做好一件事 你就不怕被淘汰 而且你唱的歌是很多學秀節目 都會再次聽到的歌 這次新歌更要聽 我覺得很好 你自己 也是隔四年沒有發新專輯 中間可能有翻唱或是單曲 等了滿久的時間 我很喜歡一字集耶 整首歌它的表達的理念 造型跟整個image 它那個概念就是 我就是一個 I'm ready 我重新出發 它自己是帶發的感覺 我就覺得很棒 而且一字集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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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是 對 在疫情之下 你什麼都沒辦法控制 你能把自己控制好 就已經很厲害了 吃的啊 做習啊 身體啊 照顧好 等到機會來的時候 你是準備好 這張專輯就是這種心態 所以出來工作 或是要發行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high 而且副歌真的好好聽 但是我有點生氣 為什麼 因為那個假印我上 一字集 每一天都一字集 每一天都一字集 有啦 有啦 但是不好聽 哈哈哈哈 聽原唱啊 好不好 我的愛心 換上真心的日曆 每一天都一字集 既相信 既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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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在聽的時候 我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要唱 既凡熙 我剛剛也是想說 是有合作嗎 既凡熙 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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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賣下去 嗨 那個專輯是在 什麼時候會發 10月14號 專輯名稱是 叫做 好好對待他 那個他是 就是所有人啦 我當然是 以我的角度為出發點 因為 我覺得每個人都值得 被好好的對待 父母養育小孩 這麼辛苦 你可能嫁給別人 或是你去工作職場 我覺得你都要珍惜身邊的人 因為他們都是 人生父母養的 尤其在愛情裡面也是 你不能 讓自己輕易的去 接受委屈 這個專輯 也有這首歌 是白鞍寫的 我一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非常喜歡 它是 很婚禮的 一首歌 我只要聽我就想到 每一次參加婚禮的時候 父親把女兒的手交到 女婿手上的那一名 喔唷 都是最感人的 對 請你一定要好好對待她 讓她為自己所愛的喜悅著 帶她很像很寬闊的海洋 讓她的靈魂再沒有悲傷 好好對待她 好好聽 不要再給她們了 可以換這首了 好好對待她 歡迎大家就是盡情的 來播放這首歌 然後也真的很期待 你十月份要發的新專輯 你會為了四年 都沒有聽到你的新作品 一直也很好聽 她的一首歌也非常好聽 叫做 你是說謊的 請問你的專輯裡面 哪一首歌是不好聽的 還是有一些要完全說 還是有一些要完全說 而且外面有什麼東西 對 有幾波主導師就是 問號對不對 對… 海上跑樑市場啦 但是這張專輯就是 我自己都有參與太會選歌 然後歌詞曲的選擇 不會說謊的人 不想說謊的人 你是說謊的人 你就是 錯的音譜 大概在講什麼 直接用唱歌 好 不是說謊的人 你狠狠把幸福 變成人 潮熱風扇 所有崩壞的過程 不愛不夢 遮掩的否忍 我也只能承認 曾傻的只看見你的純真 忘了誰 誰都有邪惡的成分 哇 哇 誰都有邪惡的成分 這是真的 誰沒做過外食 我 小朋友 小朋友 其實現在我就是 只有麥克風沒有伴唱 我很好勇敢 好好聽耶 我其實很喜歡清唱耶 工作的時候有伴奏 都會變成我要去跟 我還沒有辦法真的去駕馭 清唱的時候就比較free 我想聽 不想做朋友嗎 以後別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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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不堅強 你說我不要做朋友 我 不想 不想看你牽掌的手 該怎麼走 就怎麼走 不必那麼努力 灑脫輕鬆 就算寂寞粉絲 也不要做朋友 不不 就算一種粉絲 太好吃結果 關手 你曾經老老的 在我身體裡附著 我要如何去假裝 我沒有愛過 我跟妳講 初戀失戀的時候 聽這首歌就必哭 好啦 沒事 對啦 都過了啦 我現在很好吃 喂 我是酒啤酒 好 那節目的最後呢 就是我們想跟大家講一件事 之前那個 有一個訪問嘛 好像說姊姊不喜歡阿度這件事情 其實就只是口誤 她其實很多阿度的朋友 真的 她也很愛我們 我是不會為自己解釋的人 我就覺得我 好好愛身邊的朋友就好 因為有人懂你 有人會不懂他 是 今天會證明一切 但是我也很謝謝我身邊的阿度朋友 從以前到現在 我就 妳現在就給我哭阿 就是 都很愛我 可能有時候會 為了我 有一點激動 我之前不是有跟你出去吃飯嗎 或是你那個 上次來我們餐廳的時候 其實也有人問我這件事情 我就說 他來跟我們做朋友 然後也來支持我 就是最好的證明 不是嗎 沒事啦 都不去了 對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覺得你貼了 這次專輯的主題阿 要好好善待 每一個出現在你生命中的人 那也是我的初衷 當然也要好好善待自己阿 對啊 愛他人 愛自己 所以要聽 疑自己 愛上 所以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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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謊的人 所以要聽 海上花 其實梁文英的最新的作品跟專輯喔 對 10月14號發行 熱大串流都會上嘛對不對 對對對 聽起來 然後追蹤我的 IG IG 粉專 在這邊 不知道的話就Google打梁文英 就有囉 對 沒有打到拔潤喔 欸 你搜尋看看很精彩 欸 高冷公主 我今天看著你就是 高冷公主 高冷好不好 低熱 喔 我們謝謝梁文英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 下次 拜拜 我們下次見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去聽一聽梁文英的專輯 以自己也很好聽喔 真的 像 西人的時候 他們覺得好聽 自己覺得還好 現在問他別人叫做早音 對 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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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音